年后才刚开工 细致厚德里的环境志工们 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出来整理环境 而里长也是充满活力 指挥志工们来清扫 同时里长也准备了红包惊喜 要慰问所有的环境环保志工 希望他们能继续为厚德里的环境来打拼 才刚开工第二天 就看到厚德里长拿着大垃圾袋 与志工们在清扫路边街道一起人行道 里长曾有量表示 厚德里的环境评比这些年都名列前茅 最大的工程就是这些志工们平日的辛劳 我们环保志工是每一天都在扫 因为垃圾是每天都有 我们是集合每个礼拜六 我们都有钱里出来扫 但是每一天我们都有志工出来扫 那今天是开工日 找他们出来开工开工日 大家都花旺一个红包 给他们拿的红包 他们花花一四人 趁着刚开工里长曾有量 就拿出一碟厚厚的红包要发送给志工们 希望可以慰绕一下志工 也让他们在新年期间讨个吉利 志工们大家也都很开心 没有多少但是一点点代表我们的心意 所以说非常感谢他们 常年对我们厚德里的环境的付出 那我们今年我们也有参加我们的环境比赛 那我们是不是大家有信心 在多大得到我们的五星期认证 好不好 我出三就开始少了啦 不多休息几天啦 还有因为环境很脏啊 没有少不可以啦 所以你不少也难过 对啦我天天少没有少觉得怪怪的啦 志工们每人一个500元大红包 大家都很开心 志工表示 其实大年出三就有志工忍不住出来整理环境 因为少习惯了一天不出来整理环境就浑身不对劲 也担心环境会脏乱 也希望大家可以共同维护地方环境 让厚德里可以越来越好 这分享是什么道